校花送水服务售价0.1元 法拉利SF90售价0.2元 奢华独栋别墅移动售价0.3元 看着手机游戏里的三个商品大川是有些猛逼的 一个就不过了 校花送水服务 至于它正经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不过说实话 我还挺心动的 而第二个法拉利正常售价500多万 落地恐怕要600多万 在游戏上花0.2就能买下 就很离谱 独栋别墅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的游戏商为了能让人冲钱真能吹牛逼啊 我下意识想要关闭游戏 手机又传出提示 您确定要离开吗 成为首富的机会只有一次哦 错过可不要拍大腿 看着窗口的提示我一愣 要不是一下 反正也就是几毛钱的事 那就来一个最便宜的校花送水服务吧 真的不是我有其他想法 我只是单纯觉得这个便宜 然后我就到操场上体育课了 时间过得飞快 两个小时后大家都已经汗流加倍 我和几个同学到台阶处坐下休息 渴死我的兄弟 你带水了吗 没有呀 你这么一说我也渴了 我是一名大义新生 这是第一节课拓展训练 众人都准备得不充分没有带水 阿川 你有没有水 我也没带呢 听到我们的议论 一个长相清秀的男生站了起来 兄弟们都没带水吗 周浩然你带了吗 嘿嘿 我也没带 那你说个新人蝉蝉哦 且 我没带 但是我能让我女朋友送回啊 心坛的大三学姐呢 话音依落周围 男生十分羡慕地看着周浩然 她也变得嘚瑟起来 不会吧 不会吧 现在还有人单身 没有女朋友呢 我刚刚就给她打电话了 现在应该快到了 不一会 操场入口出现一个容貌中上等的女生 看到女生周浩然 格意洋洋地向她挥手 女生立马朝这边走来 不用说就是她的女朋友了 周边口渴的男生投来羡慕的眼光 忽然周浩然又开口询问 大川 你没有女朋友送水吗 这么一说大家都看向了我 这小子问我干嘛 他该不会是观察过班上 属我长得最帅的 怕影响他的地位吧 见我没有开口 周浩然更加嘚瑟了 你看看你打扮得英俊潇洒 帮茫然 人模苟样的 居然没有女朋友了 他正哈哈大笑 一位绝美的女生缓缓走来 这气质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大川 这可是咱学校的高隆小花苏宁霜 平常都不参加活动呢 今天让你哥图老帽遇见 真是开眼界了吧 说着苏宁霜站在了我的面前 递了一瓶农夫三贼 怎么回事 小丑竟是自己 再看一眼自己的女朋友 真的是太恐怖了 苏宁霜缓缓缓开口 是大川弟弟吗 这么大的太阳肯定累了 喝口水吧 这一刻 整个操场的男生都羡慕 极度到了极点 我强壮镇定 谢谢学姐 其实我的内心早就炸了 我之前花一毛钱 在随手下载的游戏上 买的笑话送回服务 竟然成真了 它竟然真的能改变现实生活 那其他的 只要两毛钱的法拉利 和三毛钱的独栋别墅 岂不是也是真的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喜悦于一眼表 看到我很开心的苏宁霜 红着脸离开了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游戏能成真的事情 不能告诉任何人 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大麻烦 苏宁霜离开后目光 又落到我的身上 阿川 你和苏小花什么东西啊 对啊对啊 小花怎么主动来给你送水呢 川哥 你太牛逼克拉斯了 简直是我被楷磨了 听到大家议论的话 找不到递送的周浩然修复屋 课程结束后 大家都前往食堂吃饭 我悄悄回到出租屋 仔细地研究 那个名叫月星三千 我就是世界首富的游戏 进入游戏后 我直奔商场 现在里边只剩两件商品 便是两毛钱的法拉利 和三毛钱的独栋别墅 这两件加起来数千万的东西 在这里只需要五毛钱 也太水平了 这次我毫不犹豫地点击购买 法拉利SF90 但手机传出提示 尊敬的玩家 您的游戏等级不够 每天只能购买一件商品 距离您下次购买时间 还有12个小时28分 等级不够 只能买一个 我打开自己的游戏等级 一看是一级 也对 我才刚玩只有一级也正常 不过还好限制只有一天 不是一星期或者一个月的 我找到客服询问游戏玩法 手机传出提示音 您现在等级为一级 需要100经验值 提升至等级二 等级二 可以每天购买两件商品 等级三是三件 以此类推 并且游戏的商城 也是有等级的 您现在是最普通的 一星商城里面 只有三件商品 而且商品比较普通 等商城升级至二星商品数量 会增加到五件 价值增幅十倍 三星商城商品数量 增加至八件 价值比二星再增幅十倍 以此类推 此时界面出现了一个 九星商城的商品图片 我直接惊呆了 企鹅集团51%的股份 只需666就能拿下 市值万亿的世界第一奢侈品集团 路易威登 70%的股份 以及总裁身份 只需999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集团掌权人的身份 和顶级研究所的股份 最贵的也才1666 校花送水服务售价0.1元 法拉利SF90售价0.2元 奢华独栋别墅移动售价0.3元 我大致明白了 这个游戏就是根据现实情况 发布挑战和任务 完成后就能获得 不同的经验值和积分 用于升级自己的等级 和商城的等级 而且还会获得 价值不为的奖励 这就很强 看明白后我就去吃饭了 现在我只需要等待 第二天到来就可以了 不对啊 我是新用户 不应该有一些新人大礼包吗 我连忙在游戏里寻找 果然被我找到了 是否打开新人礼包 打开 恭喜您获得千倍返现卡 花一块钱能够返现一千 上限为500万元 将在4天23小时59分59秒后失效 恭喜您获得等级二体验卡一张 时长为一天 将在5小时后失效 恭喜获得积分卡一张 价值10积分 用于商城的升级 小助手提醒您 距离二星商城还差50积分 我看了看 等级二的体验卡在5小时后就失效了 我连忙先使用这个体验卡 现在我的商城又刷新了 我现在是等级二 按照规则 我应该能买这两件商品的吧 我连忙一口气买下法拉利和独栋别墅 恭喜 法拉利SF90购买成功 现已停在学校路边 请注意查收 恭喜 凌云天宫别墅区 8号别墅购买成功 24小时内会有工作人员找您签合同 请保持手机畅通 特别提示 游戏内购买的商品都会合理合法的送到您手中 请放心使用 卧槽 尊都甲都 我五毛钱就买了这好几千万的东西了 我大川也有千万身家了 别说等着工作人员联系我 现在我先去看看我的豪车 此时我从口袋里摸到了一把钥匙 这种感觉太好了 我也有神好小说里的金手指了 感谢上天 我连忙到学校旁边的马路 一眼就看见了那台法拉利SF90 极致的线条与力量感真的很出众 让人很难不喜欢 我连忙坐上车试驾 这是我第一次来 拍了好几圈 我的心情终于平均 这是我的第一辆超跑 但是绝对不是唯一一辆 毕竟我才一心伤成 等我到后边伤成到二级了 肯定有更牛逼的豪车 体验完我便回学校准备上课了 刚坐下就听见有人在讨论 刚才听见老刘说 学校路边停了一辆很帅的跑车 什么跑车 你是说模型吗 以前我只在电视剧里 看过后二代学生开豪车 没想到咱学校也有 就在这时一个脚步声传来 正是之前炫耀女朋友的周浩然 你们在说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我们学校外边停了一辆超跑 说到这里周浩然眼前一辆 我还没见过呢 在哪呢 咱们去看看 现在太热了 咱们晚会再去吧 大学就能开跑车来 不知道是哪位大佬 好想认识一下 就是就是 要是我也能认识 这位大佬就好了 听到这里周浩然刚才两声 实不相瞒 那辆超跑试吻 原本是想低调的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这是另外三名同学呆若木鸡 没想到感慨这么久的富二代 是自己的同学周浩然 嘿 瞧这三个没见过失眠的样子 今天操场上丢点面子没啥 这一辆超跑刚好能给我找点面子 周浩然家里虽然不是顶级富豪大 还是小有积蓄的 为了装逼的色胎软磨硬炮的 让父母给他买了一辆基础环保时捷718 虽然我的车子比不上法拉里和兰博基牛 但怎么说也是跑车 同学好奇的问 老周 你的跑车是什么 快说说呗 看着他们羡慕的眼光 周浩然的色急了 我的是保时捷718 花了近百万买的 虽然是最基础款 但是性能也是很强的 如果你们喜欢 我带你们去做一做体验体验 真的吗 太好了 我没想到我还能坐上超跑 哎不对啊 老周你的是保时捷718吗 对啊 是保时捷718 那就不对了呀 老刘说他看见的是500多万的法拉里SF90 因为不知道叫什么 老刘特意站在车旁边插手机才知道的型号 此言一出气氛变得十分微妙 周浩然又丢人丢大了 他们刚才讨论的不是我的车啊 哪冒出来的法拉里啊 真的服了 能开上500多万号车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可能是咱学校的老师或者教授呢 普通学生怎么可能开得起这么贵的跑车呢 我就坐在一旁笑笑不说话 但是转念一想 你小子在操场上想让我丢人 还好有苏孝花送水 不然我就惨了 这笔账要算 法拉里SF90是我的啊 我一直开着上下学的你们不知道吗 什么大川 我的耳朵没出问题吧 说着我拿出钥匙 哎 这钥匙一直在兜里 还有些不舒服呢 有些个得慌 牛逼克拉斯 强啊 船哥 能不能太我多多疯了 大哥 又一次被无情打脸的周浩然都快哭了 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今天上午高冷笑花给我送水的事情 已经在学校传开了 哎呀呀呀 我的女神怎么可以给变着难声耸睡呢 气死我了 有没有组团的 我要去看看这个大川是何方神圣 另一边我带同学们刚看完 超跑就接到了表姐赵书轩的电话 她是我姑姑的女儿 跟我在同一所大学 大川 被笑花送水的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吧 什么叫还可以 为了让宁霜给你去送水你老姐 我费了多大力气 什么 原来是表姐喊着过来送水的 该不会又是我妈给表姐唠叨着 给我找对象呢 赵书轩笑了笑 北水不留外人田呀 我跟宁霜玩 真心话大冒险她输了 选的大冒险 听表姐的解释我差不多明白了 我在游戏上买的服务 都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能够影响现实 让这种服务合理合法的出现 那就多谢表姐的美意了 那位学姐确实挺漂亮的 这还差不多呢 虽然您说是笑花 但是我这表弟底子也不差呀 郎才女貌的很合适 看来我应该大力的撮合一下他俩 对了 你刚来学校 一会咱们见个面吧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接着又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 你好 是尊贵的大川先生吗 我是凌云天宫别墅区的工作人员 这边看到 您已经买下了八号别墅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 有时间咱们把合同完善一下 过头真是美滋滋啊 刚起烟完号车又来大别墅了 择日不如撞日 我现在就有时间 好的 我们马上给您送过去 接着他往我要播地址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前往和表姐约定的地方见面 他已经到了 并且还带来了苏宁霜 虽然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我还是相互介绍一下吧 苏宁霜 我的同学兼闺蜜 宁霜可是咱们学校的校花 倾国卿城沉淤落雁碧月修花 赵书宣说了一大串把苏宁霜都搞得不好意思了 接着介绍我 这位是大川 我的表弟 是个好人 我愣住了 怎么话不变了呢 好人卡加义 正说着有一个男人走来 这个男人叫林子昂 是苏孝花的小田狗 今天一大早就听说苏孝花给一个男人送谁 看来就是眼前这个了吧 林子昂一面走来 苏孝花 吃饭了吗 赵美女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林子昂指着我 这位是 这是我的表弟大川 听到这话林子昂松了一口气 林子昂 你是刚从外面回来吗 对 在寝室住得太不舒服了 我刚从外边买了一套房 你没有空了可以过去玩啊 赵书宣愣住了 林子昂竟然买房了 你的大学生财力这么雄厚吗 苏宁双有些好奇 什么房子啊 没什么 不是什么大房子 只是一套精装的两百多平方的富士而已 也就是一般般吧 我心想 你小子可真能装逼 不是什么大房子 还两百多平方 对了 到时候这个小兄弟也可以一起过去玩 其实我觉得房子还行适合做婚房 小兄弟你将来也可以在附近买一套 也不贵 只要七百来万就够 就算没办法和我一样全款拿下 也可以分期养 大不了贷款几年也没什么 好家伙你个虾头男 谁问你多少钱啊 装完逼林子昂更嚣张了 跟我争苏笑话你一笨 没钱啥也不是 就在林子昂得意的时候 一个西装男走来一脸客气 请问哪位是尊贵的大川先生 我是 你说 尊贵的大川先生你好 我是之前联系您的 凌云天宫别墅区的工作人员 这里有两份合同 请您签署一下 听完西装男的介绍 各位都有心吗 凌云天宫别墅区 可是渔船是最顶级的别墅区之一 这小子尊读假度 该不会是故意喊人来撑牌面帝吧 我快刀斩乱麻的签完了合同 我留一份西装男拿走一份 然后西装男递过来了一个礼盒 尊贵的大川先生 这是八号别墅的钥匙 以及相关证件 说完西装男就离开了 赵书轩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小子怎么回事 我随口回答 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就是买了一套别墅 大川你说的是真的 那肯定啊 你以为我跟你吹泡泡呢 我随手拿出合同给赵书轩看 林子昂也连忙伸头确认 看到是真后直接吓到了 这一套少说几千万 我那小富士也太拉胯了 刚刚我还讽刺这小子要贷款几年才能买 真是跳狼小丑了 林子昂受到了打击常探一声黯淡离去 苏宁双也选择了离开 赵书轩立马询问 这可是几千万了 你干什么了 咱去自首吧 别人我倒是能玩过去 但是表姐知道 我的家庭情况 我该怎么解释呢 突然我灵光一闪 你说什么呢表姐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你知道虚拟货币吗 我是很早之前得到过一批 时间一涨就忘记了最近才想起来 现在已经增值不知道多少倍了 听到这里赵书轩才放松 这也太梦幻了吧 家人们谁懂了 表弟突然变成大富豪了 和赵书轩分开后 我又回了出租屋 我好想去看一下别墅什么样 但是现在表姐已经知道了 我赶紧先给父母解释一下吧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 说了我买的虚拟货币 现在是大富豪 已经买了别墅豪车的事情 算是打个预防针 下午我正看电视呢 表姐又打来了电话 上回宁霜给你送水 今天晚上请人家吃个饭表达感谢 我有些犹豫 此时手机震动了 你有新的任务 答应赵书轩 请苏宁霜吃饭 任务奖励 顶级餐厅 畅然居百分百所有权 经验值加五 积分加二 拒绝任务 经验值扣三 积分扣一 答应赵书轩 请苏宁霜吃饭 任务奖励顶级餐厅 畅然居百分百股份 此时的女生宿舍 宁霜 大川他军训有点累了 我原本准备请他吃大餐 但突然有点事情 你能不能代替我去一下 我把事情处理完 立刻去找你们 苏宁霜有些犹豫 最时寝室的另一个女生 张婉凑了过来 宁霜 书轩你们两个 今天晚上也要出去吃饭吗 我和班上同学约好了 要不然我们一起呗 确实 让他俩单独吃饭 进度有些快乐 也行 你们在哪个地方 吃饭我跟我表弟说一下 下午我到了集合地点 正巧苏宁霜也到了 还有张婉和他们同班的一个同学 这个人叫方伯超 是他们班上数一数二的富二代 也是苏宁霜的追求者之一 或许是有些眼红大川 刚见面就展露了锋芒 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 咱们到那边去吃吧 我是那里的黄金会员 今晚所有的消费 我分工资买单 方伯超一副当家人的模样 人都到齐了 我去开车来接你们 对了 我的车只能再走两个人了 那大川 你自己打车去吧 我给你报销打车费 方伯超故意排挤我 苏宁霜稍稍皱眉 我今天主要是替书轩来照顾大川的 让他自己打车去不好吧 苏宁霜正准备开头 我先说话了 没关系 我自己有车 说完张婉一愣 方伯超是富二代 有车正常 这苏宁霜弟自己也买车了吗 我的回答让方伯超有些不知所措 那刚好 你也开车过去吧 哼 没想到这个要四业有车 一会我把我一百多万的宝马开过来 大川把他的车也开过来两个一对 说吧 叶伯超已经迫不及待的去开车过来 看我的怎么样了 方伯超的车距离近很快就开了过来 我去宝马啊 方少牛逼 真有实力啊 张婉有些惊讶 方少 你这样宝马七喜多少钱啊 也没多少 一百多万吧 不算贵 张婉被方伯超可怕的财力吓到 但是苏宁霜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好了 上车吧 苏小花 苏宁霜毫不犹豫的拒绝 不了 谢谢 我一会坐大川的车吧 方伯超的脸色瞬间变了 苏小花 大川那个屌丝的车有什么好做的 她那不知道是什么赚了几手的泡水车呢 肯定不如我这七戏坐着舒服啊 宁霜 方少说的对呀 苏宣表弟的车肯定没有方少的好啊 很可惜苏宁霜没有一丝变化 上车吧 姐姐 我这副驾专门留给你的 那个屌丝最多开个二手车 怎么配得上笑话呢 正说着旁边一辆法拉利缓缓行驶过来 我去法拉利啊 而且还是超跑 我竟然在学校这边看见了超跑 张婉激动无比 甚至方博超也被法拉利所吸引了 不知道开法拉利的是哪位大佬 在几个人的注视下 法拉利停在了苏宁霜的旁边 下一秒一个晾胆缓缓走来 卧槽 这一刻所有人呆若目击 一个大义心声竟然开法拉利 没开玩笑吧 斗气强者竟恐怖如斯 这一辆法拉利都买我好几辆了 刚才我还说他那是转了好几手的泡水车 方博超将在原地看着苏宁霜上的五车 二十多分钟后几个人在餐厅前下车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于船市有名的餐厅 畅然居 我可是这里的黄金会员 每年消费六位数 这里居然就是畅然居 那我现在已经和苏宁霜来吃饭了 算不算完成任务了呢 说着我们便进入了餐厅 刚进去系统便提示我 恭喜您完成主线任务 奖励您畅然居百分百所有权 成为新任董事 获得经验值五点 积分两点 惊丹的老铁 任务居然完成得这么轻松 烫然居首说价值几千万 加上之前的别墅 我的身价一下子突破一个小目标了 从现在起我就一万富翁大船了 烫然居平时客人络绎不绝 甚至连鱼船市的富豪 还有一些大人物都喜欢在这里吃饭 我可是这里的黄金会员傲 拥有各种客权 得了 你小子一个黄金会员已经说了好点 瞎头难 说着我们便要往里走 但是还没等方博超走进去 便被服务员拦了下来 先生您好 今天我们餐厅已经客满了 实在不好意思 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排队等候 服务员的态度十分客气 但是还是挡不住尴尬的氛围 房少不是说自己是会员有特权吗 这怎么门都不让进了呢 张婉忍不住问 请问需要等多久 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 这么久啊 大家别慌 小问题 我可是这里的黄金会员 交给我就好了 说着他拿出一张卡 十分嘚瑟的给服务员看 我有特权 不需要排队 服务员看了看 先生 不好意思 您还是需要排队 为什么 你这个小卡拉米的还能挡我黄金会员吗 先生真不好意思 还在您前面的几位都是黄金会员 先生 真不好意思 还在您前面的几位都是黄金会员 方博超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我和你们的前经理认识 你去告诉他我方博超来了 让他出来 我可是有人卖的人 今天还带着情敌 要是门都进不去 可就丢脸又大发了 好的先生 请您稍等天客 服务员去办公室告诉经理 方博超自信转身 你们放心 我和这里的前经理认识 只要我开口 前经理肯定会答应的 说吧 方博超瞥了我一眼 哼 开超跑又怎么样 这个时代人脉才是硬道理 没有人脉什么都办不成 想着想着 方博超的心中浮出一股优越的 很快服务员匆匆赶来 方先生 真不好意思 我们经理说今天课满了 让您改日再来 此话一出方博超人傻了 没想到人家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还没出面就把他给打发了 这个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的家伙 等了这么久我还真是饿了 不如就在这里吃吧 想到这里我缓缓地站了出来 告诉你们经理 我大川来了 让他赶紧找个好地方 嗯 好吧 我去通报一声 请您稍等 方博超冷笑 你小子真是自不量力 我是和前经理认识的黄金会员 都不能进去 你一句话就想插队 开什么国际玩笑 就连江湾也十分不看好我 要不还是算了吧 咱们也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另一边的经理办公室 钱友文突然接到老板电话 老钱 厂然局我已经卖出去了 以后我就不再是你的老板了 一会我把新任董事的资料发给你 好的 我明白了 钱友文一事不能接受 厂然局的生意已畅获保 老板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售呢 看来肯定是买假 给了他无法咀嚼的假个吧 手机震动了一下 这是新老板的资料 看这照片钱友文傻眼了 这个新老板怎么这么念情 看起来也只是跟我二子差不多的 大川 传宗 钱友文字的嘀咕着 此时敲门声传来 进来 是刚才那个工作人员 前经理和方伯超一起来的人中 有一位叫大川的先生 他说 拜说了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 今天可慢让他命日再来 经理有些不耐烦 服务员点点头拧头准备出去 不对 你等一下 钱友文又看了看手机上的资料 你说港菜又一位叫什么的先生 为经理 是大川先生 什么 钱友文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过来 看看是不是这个照片上的大川 服务员走近 凑过去看了看手机上的照片 是的 就是这位先生 前经理脸色彻底变了 快快快 一块把传宗倾进来 经理 咱们课满了 请进来坐哪里啊 不是有空拙的宝想吗 当然是倾传宗去宝想了 可是咱们畅然居只有三个宝想啊 不是只对大人物开放吗 你个沙子 这位传宗就是大任务 还不赶快去 外面等了一会还没有动静 方伯超机讽道 大川 你到底行不行啊 这么久连个回复都没有 是不是人家经理都满的 就是阿淑宣友弟 你连最普通的白银会员都不是啊 咱们怎么插队吃饭啊 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 话音还未落几道匆忙的脚步声传来 前经理点头发腰的 老板 您来了这么不提前搭个招呼 您看到除了这么一个无弄事件 这都是我的熟乎 母游吧下边的工作做到位 您到自家吃饭还被烂了 快清静 这一幕把在场的人都搞傻眼了 堂堂经理出来迎接一个毛孩子 还毕恭毕敬的 这大川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前经理居然喊他老板 我还没睡醒吧 蟑螂畏畏缩缩的问道 书轩表弟 你 你你 你真的是畅然居的老板吗 是的 我刚把畅然居收购 什么 你居然说的这么轻松 你以为是在买大白菜吗 帮博超已经有几分 我没理他 在前经理的带领下来到了包厢里 几分钟后表姐书轩也到场 餐桌上方博超不敢说话 甚至有些发颤 张婉则是一改之前的冷淡跪舔大川 唯有苏宁霜一如往日的平静 这个大川是什么样的人呢 上一次见面收购了大别墅 这次见面又是开豪车 又是买餐厅 真的是越来越好奇了呢 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们再出来已经是晚上了 刚才聊得有些开心 我们都忘记时间了 现在回学校 恐怕是已经关门了 看来今晚回去是不可能了 要不还是住酒店吧 苏宁霜有些犹豫 我们一男两女的合适吗 哎呀 宁霜你不必担心 这是我表弟你 还不放心吗 他自己住一间 我们两个住一间 好吧 是我多想了 走着走着便到了一家酒店 进去前赵书轩突然开口 你们先去开房间 我想买点水果吃 一会儿见 我和苏宁霜两人走到前台 你好 还有房间吗 刘德先生 那好 给我们开两间吧 前台小哥看了看 我们一男一女后立马改口 不好意思 我们只有一间房 说着小哥给我了一个眼神 放心吧兄弟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会让你失望 祝你今晚晚的开心 前台小哥看了看 我们一男一女黑黑一笑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今晚只剩下一间大床房了 说着他给我了一个眼神 兄弟还是我懂你吧 祝你今晚晚的开心 苏宁霜的脸也一下就红了 他在一旁哭笑不得 那个 我和苏雪姐不是情侣 而且今晚我们有三个人 小哥一愣 兄弟还是你会玩啊 年轻就是好 我更尴尬了 不是您想的那样 还有一个女生是我表姐 而且苏雪姐我俩 也刚认识没多久 是这样 我再看看 还有其他房间的 那就给我们开三间吧 好的 开完房间就个回的屋了 刚吃完饭有些口可我喝了几口 碰泉水 突然想到 苏雪姐上次顶着太阳 去给我送水 我还是买几杯奶茶 回报一下吧 过了二十分钟 外卖小哥送来的奶茶 我先给苏雪姐送了过去 在门前敲了敲门 谁啊 房间中的苏宁霜 正准备洗澡 苏雪姐 是我啊 大川 听到我的声音 苏宁霜愣住了 现在都晚上十一点多了 大半夜的学弟 来我房间干嘛 想到这苏宁霜 脸红起来十分紧张 苏雪姐 我买了几杯奶茶 给你送一杯 吓死我了 原来是我误会了呀 你进来吧 我还没有锁门呢 我静止走到桌前 放下奶茶就准备离开 但是此刻又有一阵敲门声 凌霜 我是书轩 进来吧 书轩看到我后一脸的不可思议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两个了 我买的水果 想着送过来点 啊 书轩你误会了 学弟也是刚来 是过来给我送奶茶的 赵书轩不相信的看着我 是这样的吗 那肯定啊 我真是来给苏雪姐送奶茶的 你看东西还在桌子上呢 你小子最好是这样 别干那种不买票就上车的事情 对了 你就知道给明霜送奶茶 我的呢 看见美女把你姐姐都忘记了呀 瞧你说的吧 表姐 我怎么会少了你的呢 在我房间呢 咱们这就去拿 说吧 我和赵书轩离开了苏明霜的房间 来到我的房间 看见奶茶后赵书轩才肯相信 然后又寒暄了几句离开了 好险 差点就被误会了 我一个黄花大帅哥 你是正经人 我看了看时间 卧槽 已经十一点多了 零点已经不远了 等一下看看商城刷新什么好东西 我就看着手机等待零点的到了 宾利欧鹿一辆 售价0.2元 百达斐力纪时系列50742玫瑰金黑腕表一块 售价0.3元 顶级车技 分分钟让你成为秋明山老司机 售价0.9元 看着新商品我眼前一亮 宾利和百达斐力就不用说了 妥妥的奢侈品 但是第三件商品可就不一样了 竟然是一项技能 这太好了吧 上次的凌云天宫别墅也才三毛钱 这项技能居然要九毛钱足足贵了三倍 看来可以证明这技能不足了 于是我先选择购买的顶级车技 恭喜您 成功购买顶级车技 您将成为合格的秋明山老司机 随着购买成功 一个很大的记忆涌入我的脑海 但随着肌肉记忆使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成为了真正的老司机 这游戏还能修改我的记忆 现在我对车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平常人无数倍 车技的话恐怕是专业的赛车手也比不过我了 我看了看剩下的两件商品 然后关闭了游戏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要全部拿下 第二天因为还要军训给表姐发了的消息 就提前离开了 一天时间过得很快 晚上我本来是想回出租屋的 可突然想到自己的别墅又十分好奇 索性开车导航 直奔零零天宫的别墅区 半个小时之后我才到达目的地 不得不说别墅就是贵气尽显奢华 连沙发都是分笛的手工打造 这我简直是坐在了前面啊 外面传来的几声猫叫 我有些好奇出去看了看 此时一个吉林医院正朝这边走来 无论是容貌还是身材都像是一件艺术品 您好 我住在您的旁边 刚才我家的小猫咪不小心跑出来了 好像是进了您的家里 我能进去找一找吗 可以的 我点了点头 谢谢您 丽姐十分客气经过我的同意后进去寻找 我们寻着猫叫的声音 从我的花盆后面找到了小猫 丽姐抱起猫咪再次向我道谢 对了 我叫莫孟飞 就在旁边的九号别墅 随时欢迎您来做客啊 不用客气 我叫大川 事情结束后 我躺在沙发上等着零点的到来 这块百达斐力的金黑盘万表 也价值六百多万呢 还是先买表明天再买宾利吧 恭喜您 成功购买百达斐力纪时系列 50742玫瑰黑金盘万表 现已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我立马起身来到书房 果然上面出现了一个新东西 恭喜您 成功购买百达斐力纪时系列 50742玫瑰黑金盘万表 现已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我立马起身来到书房 果然书桌上出现了新东西 搭配鳄鱼批表带竞选尊贵 这玩意带出去 谁敢相信是我三毛钱买的啊 第二天早上我直接到学校上课 刚坐下 一哥就看见我手上的百达斐力 大川 你这表真帅啊 明晃晃的简直要闪瞎我的卡兹兰大眼睛 听到这话其他几个人也看了过来 川哥 你这块表多少钱啊 我随口回答 六百多 周浩然心里嘀咕 才六百多啊 看着这么明晃晃的还以为美不齐哥 帅什么帅 有我的劳力士游艇名士 型系列M268622帅吗 周浩然又得色了起来 旁边的同学都一脸不屑 这小子 还有胆在川哥面前装逼 前两天的教训这么快就忘记了 周浩然晃晃手上的劳力士 瞬间吸引力不少人过来观看 这就是劳力士吗 的确很帅啊 兄弟 你这块表多少钱 我觉得起码要两万以上吧 不不不 我见过一块两万左右的劳力士 没有他这个好看 这应该三万吧 三万 周浩然冷哼 开什么玩笑 我这块表八万多将近九万呢 听到这里围观的几人顿时猛低 小小年纪真有实力啊 比我四年的生活费还要贵好多啊 这就是富二代的生活嘛 被众人羡慕的眼光看着周浩然有些膨胀 记得小声嘀咕 我怎么感觉没有穿戈乃快表好看呢 也有人附和 我也觉得呀 听到这里周浩然顿时不乐意 我堂堂八九万块买的劳力士 还比不上一块六百多的破表 这些人是不是神没有问题啊 这是一个女生走了出来 这位同学 你这块表是百搭斐力吗 我一看你这块表就非同寻常 我也只是见过一两次 所以还不确定是不是百搭斐力 或者是僵尸单顿 我真没想到这顶级名表 会在咱学校出现 其他人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川哥你不是说 你的表六百多块钱吗 就是就是 怎么变成百搭斐力了 我啥时候说六百多块钱了 我说六百多 又没说是圆 几个人身体不经颤抖 不是圆的话 难道是万吗 这块表六百多万 我地老天爷啊 这可是渔船市中心的两套房了 周浩然还是那个最尴尬的 不对啊 虽然大川能开法拉力 但是他会花六百多万买一块表 这东西带出去人家也不容易看见 该不会是为了找面子吹牛逼的吧 大川 你说你这表六百多万 有什么证明 周浩然冷哼一声 我敢肯定 你这表绝对没有六百多万 我懒得理他 上课生也在这时想起 围观的学生们纷纷散去 放学后我本想去食堂吃饭 但是突然想不到 我新人礼包里开出来的千倍反线塔 还有三天就要过期了 我只需要花五千块 就能获得五百万的反线 要不是这台有上线 我只凭这张卡立刻就能成为首付了 中午我先把身上仅有的一千多花了出去 毕竟我只有这么多钱 恭喜您花费一千五百元 现已反线一百五十万汇入您的账户 之后我又花了三千五 恭喜您 花费三千五百元 现已反线三百五十五汇入您的账户 千倍反线卡到达上线 现已回收 感谢您的使用 此时我的银行卡数目已经从之前的四位数变成了现在的七位数 我很是满意 当晚回到别墅 我就立刻花掉两毛钱买下那辆价值五百多万的宾利欧路 恭喜您 成功购买宾利欧路 现已停在您的车库 请注意查收 我暂时没有睡一遍来到了别墅的私人车库 此刻诺大的车库里除了那辆法拉利 还多了一辆大气磅礴的黑色豪车 我正欣赏接到了表姐的电话 大川 明天周末 我和宁霜准备去逛街 你也一起过来 我思考一下 书轩表姐一直对我不错 现在我发达了 应该给表姐挑选个礼物 等有时间了 再回去看你 我站起来的手机又正中了一下 尊敬的大川先生 接下来您面临的是选择性挑战 选择一 答应晚上和赵书轩一起出去逛街 任务奖励心态购物中心一座 选择二 拒绝表姐书轩 晚上自己待在别墅 任务奖励五百万元现金 我也要接下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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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